欧阳修提倡新闻风 范仲淹推行新政的时候 有些反对新政的人 诬陷范仲淹和赞成新政的人是彭党 滥用职权 当时建官欧阳修也赞成新政 特地写了一篇彭党论 为范仲淹辩护 后来范仲淹被贬官 欧阳修也受到牵连 被贬官到外地去了 欧阳修是庐陵人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人 他四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他的母亲正是一心想让儿子读书 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 正是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 他买不起纸笔 就拿笛草杆在泥土地上画字 代替纸笔教儿子识字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画笛教祀的故事 欧阳修读书 非常刻苦用心 不少书读过就能背诵 家里的书不多 很快就读完了 他就向邻居借书 遇到重要的书 他还亲手抄写一部 由于母亲的辛勤教育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他在少年的时代 就打下了非常厚实的基础 欧阳修长大以后 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 获得了第一名 被派到西京做留守推官 当西京留守 钱维衍的幕僚 钱维衍是当时有名的文人 他手下的许多幕僚 大都很会写文章 有一回 钱维衍在西京修建了一所议社 叫尹诗鲁 谢西深和欧阳修三个幕僚 各写一篇文章 接受这件事情 三个人把文章写好了 拿出来互相观看 谢西深的文章700字 欧阳修的文章500多字 只有尹诗鲁的文章300多字 尹诗鲁的文章短小 文字却十分精烈 叙事清晰 而且结构严谨 欧阳修看了 很是钦佩 就带了酒去拜访他 向他请教 两个人讨论文章的写法 整整一夜没有睡 欧阳修知道自己文章的缺点 就认认真真的重写了一篇 重写的文章比尹诗鲁的 还要少二十几个字 内容却更加完整 尹诗鲁看了以后 不由的对人称赞欧阳修说 欧阳修进步真快 简直是一日千里 欧阳修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 说写文章要三多 看得多 做得多 还要跟别人商量多 欧阳修写文章 非常严肃认真 每当他写好一篇文章 就贴在墙壁上 不管是坐着还是躺下来 随时都可以看到 并加以修改 他要一直改到自己满意 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 据说 他写的著名散文 罪翁亭记 原稿的开头写 除舟四面有山 东面有什么山 西面又有什么山 南面有什么山 北面又是什么山 光山就写了几十个字 他写好了一看 觉得太啰嗦 就反复修改 最后就只剩下了 还除 接山也 这五个字 这样的开头 字数极少 语言精炼 意思却表达出来了 而文中的 醉翁之意 不再久 流传至今 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 著名成语 欧阳修对文坛的最大贡献 就是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 讲业提携了王安石 曾拱 苏氏父子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 唐代韩裕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 在文学革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到了晚唐的时候 讲究形式内容空虚的文风 重新又风靡一时 北宋初期 一些文人提出了尊函重道的主张 但是一时还扭转不了整个文坛的风气 欧阳修早年游学的时候 就看到了韩裕的文章 十分仰慕 后来他又和梅瑶辰等人一起提倡 写平时朴素的诗和文章 并且推广韩裕的文章 这样北宋的古文运动 就在他的倡导下逐渐开展起来 1057年 身为汉林学士的欧阳修主持课举考试 汉林学士也就是为皇帝起草告令的官 针对当时读书人流行写浮华其色的文章 他严格规定 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必须用明白朴实的古文题写作 写华而不实的文章者一律不录取 对参加考试的苏氏的文章 他大力赞赏 并列为第二 从此 宋代文坛的风气有了较大的改变 欧阳修自己写了很多优秀的散文 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到了晚年 还把过去写的文章一篇一篇的拿出来 仔细的推敲修改 他的夫人劝阻说 为什么这么吃苦呢 你又不是学生 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 欧阳修笑着回答说 我虽然不怕先生责怪 但是怕后生讥笑 他的夫人听了 也就不再劝阻了 除了散文 欧阳修的诗词也都写得很出色 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他著有两部历史著作 一部是和别人合著的新唐书 225卷 另一部是74卷的新五代史